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俄罗斯飞跃权禁令如何助力中国航空公司在全球市场上崛起 随着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许多航空公司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的航线 这导致了飞往中国的航班削减 让中国航空公司得以在这场竞争中抢占先机 然而这并非是唯一的挑战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缓慢 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在影响航空市场的格局 尽管中国航空公司在国际市场上扩张迅速 但疫情后的恢复仍然面临诸多困难 尤其是在北美市场 我们将分析这一系列事件如何重新塑造航空业的竞争格局 以及西方航空公司如何在这场博弈中寻找生存之道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俄罗斯对西方航空公司的领空禁令正在无意中主推中国航空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崛起 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制裁 其中包括禁止其飞机飞越俄罗斯领空 这一禁令使得中国航空公司的市场份额得到了显著提升 但这并不是西方航空公司陷入困境的唯一原因 在今年夏天 各大西方航空公司纷纷削减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这引发了人们对未来中国旅行的疑问 英国航空公司最近暂停了伦敦和北京之间的航班 而这是既为真大西洋航空公司决定取消伦敦 上海航线 以及澳洲航空公司结束悉尼 上海航班之后的又一句错 德国之声报道指出 俄罗斯领空禁令 以及因此增加的额外成本是西方航空公司削减航班的主要原因之一 航空业内人士指出 俄罗斯领空禁令 对于西方航空公司来说是一个特别令人头痛的问题 航空数据公司OAG的首席分析师约翰·格兰特表示 对于许多西方航空公司来说 前往中国的旅行曾是航空甜点 因为这可以在24小时内完成往返 然而 禁令使得往返北京的航程增加了大约5个半小时 这意味着显著的额外燃料和人员成本 以及在繁忙机场可能需要进行的昂贵的时段调整 这些因素合在一起 使得西方航空公司在运营上面临巨大挑战 尽管俄罗斯领空禁令对西方航空公司造成了严重影响 但澳洲航空公司却并未受到影响 该公司今年7月宣布结束悉尼上海航线 普渡大学航空与交通技术学院的副教授高一指出 澳洲航空公司在中国大陆的运营有限 并表示西方航空公司最近减少飞往中国的航班并不完全是普遍现象 然而 他指出来自中国国内航空公司的竞争 正在成为西方航空公司决策中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德国之声引述他的观点指出 中国航空公司受益于成本优势 能够在往返中国城市的航线上提供更具竞争力的票价 航空分析师布伦丹索比也表示 增加的竞争可能影响了澳洲航空公司的决定 他认为疫情前中国航空公司快速扩张的趋势 在疫情后重新点燃 随着中国大陆旅行需求逐渐恢复 这一趋势变得愈加明显 在疫情前的几年里 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在追求国际市场的战略扩张 索比说 疫情后我们看到同样的情况回来了 许多人喜欢将问题归咎于俄罗斯领空问题 这对外国航空公司来说确实是一个因素 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趋势 自2019年以来 中国航空公司实际上增加了飞往伦敦 布达佩斯 伊斯坦布尔 米兰和马德里的航班数量 索比表示 除了北美和印度市场外 中国航空公司的国际运力现在已经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 疫情无疑对中国的航空雄心造成了打击 就在病毒爆发前几个月 中国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以盛大的仪式开幕 航空数据公司OAG的首席分析师约翰格兰特指出 中国本来打算在北京大兴创建一个枢纽 然后在上海再次创建一个枢纽 让国际乘客可以转成国内航班 甚至是国际转国际 但疫情破坏了这一切 多年来 中国的出境旅客 一直是全球国际旅游和航空公司的最大消费者 然而 该国严格的疫情限制大大削减了 直到2023年的国内外旅行 尽管如此 中国国内航空公司的强大国际运力 及其向中国消费者销售的能力 再加上对西方航空公司的压力 意味住他们仍然能够在市场份额上占据一席之地 然而 虽然中国国内航空公司 通往欧洲的路径正在打开 但他们的北美市场仍然停滞不前 这部分是由于竞争的困难 部分是由于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自已倾倒至北京时失严格的边境管制以来 中美之间的旅行崩溃 中国一直希望恢复两国之间的航班数量 但目前的数量仅为2019年的15% 华盛顿不愿增加航班数量 特别是考虑倒是场条件 表明浙江更有利于中国航空公司 而不是美国航空公司在激烈竞争的时代 这不是他们想要的 德国之声报道指出 美国航空公司如联合航空 达美航空和美国航空队 增加飞往中国的航班并不感兴趣 原因与欧洲航空公司相同 航空专家一致认为 无论是疫情后的旅行模式 还是地缘政治问题 都在推动西方航空公司 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变化 但对于最大的航空公司来说 这个是场将始终保持重要地位 格兰特认为 像汉沙航空 法国航空或英国航空 这样的全球航空公司 长期来看 必须在你的网络中拥有北京 他强调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航空公司都会想 要回到中国市场 这仍然是一个大市场 只是它不会是 每个人所期望的那样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听众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俄罗斯飞跃全驻中国航空公司 提升市场份额这个话题 我们来看看 这简直就是中国航空公司的天赐良机 俄罗斯领空禁令对西方航空公司来说 是颗大苦瓜 比起那些动辄加班加点 还得绕路飞的西方航空公司 中国的航空公司 就像踩着风火轮似的 一路畅通无阻 市场份额自然是节节攀升 这不仅仅是地理优势 更是策略上的胜利 哎呀 楚天书 你这说得也太片面了吧 虽然俄罗斯的领空禁令的确 让西方航空公司吃了不少苦头 但这可不是中国航空公司独享甜点的唯一原因 你看澳洲航空 他们可没背景 但还是撤掉了悉尼到上海的航班 这背后的原因可是多方面的 有疫情后经济增长放缓 有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 还有中国航空公司手持价格利器的竞争压力 你这说的让我想起了古人说的一页账目 不见泰山 只能看见眼前的好处 却忘了背后的复杂原因 谢奇奇 你这也未免太悲观了吧 中国航空公司可不是只靠运气和地理位置 根据数据 疫情后中国航空公司的国际运力 已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 这也证明了他们在逆境中的强大适应力 你看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开幕仪式多么盛大 那可是中国航空业雄心壮志的象征 就算疫情打乱了节奏 但中国航空公司还是借助这次机会 在国际市场上大展拳脚 哇 楚天书 光说恢复到2019年水平就洋洋得意了 你知道西方航空公司 在这段时间内要面对多少挑战吗 俄罗斯领空禁令只是其中之一 你别忘了 疫情期间 中国可是实施了严格的边境管制 直到2023年才开始放松 这样的环境下 西方航空公司怎么可能自由地进出中国市场 还有 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 这可不是靠多几架飞机就能解决的 就像美国航空公司现在根本不想增加飞往中国的航班 这背后可是有更大的战略考量 别一味地夸大中国航空公司的成就 也得看看整个大局啊 谢奇奇 你说的地缘政治问题固然存在 但要知道市场是动态的 就像历史上的丝绸之路 中国人擅长在动荡中寻找机遇 中国航空公司在疫情期间的表现 证明了他们的灵活应变能力 数据显示 现在中国航空公司飞往伦敦 布达佩斯 伊斯坦布尔等地的航班数量一直在增加 这不仅是市场的需求 更是中国航空业的战略部署 西方航空公司现在不敢加大航班数量 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中国航空公司反而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扩大市场份额 哼 楚天书 你说得到轻巧 市场是动态的没错 但你也不能忽视西方航空公司 在这场竞争中的弹性 像汉沙航空 法国航空 英国航空这样的全球航空公司 短期内可能受到影响 但长期来看 他们绝对不会放弃这个市场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丝绸之路 那可是双向的 西方航空公司迟早会找到应对办法 中国航空公司现在的确风光 但未来的竞争只会更加激烈 你别高兴得太早 这场战还远未结束呢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